记者,11月21日从云南省普尔市孟连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 共缴获毒品197.49公斤 独资99万元人民币 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据介绍,2019年9月初 民警在工作中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孟连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破 随后,专案组民警根据掌握的准确信息 在某路段实施布控 成功将几辆轿车截停 将车上两名驾乘人员控制 当民警队车辆进一步检查时 发现车辆后座和后备箱内塞满了7个大编织袋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7个袋子里面装的 说大声一点 是谁的 是谁的 说大声一点 这是谁的 这毒品是谁的 什么东西 这个 随后 另一名负责探路的嫌疑人也被警方抓获 警方在其家中及其银行卡内一共解获毒资91万元人民币 民警把7个编织袋带回办案区打开后 发现里面是包裹可疑物 十多名民警花了6个多小时才将这些东西拆完 经鉴定 两种包装里面分别装着海洛因白色斐沫可疑物117.08公斤 冰毒晶体可疑物80.41公斤 合计共197.49公斤 据悉 该案成功打掉了一个长期从境外购买毒品入境至内地贩卖的贩毒团伙 阻断了一条从境外通往境内的贩毒通道 目前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